因为受到了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 独居以及弱势长者们是疫情下的脆弱 最需要帮助和关怀的族群 预理就国团志工团队 用快散活动替代了关怀的方式 带动洗手舞出现在观音部落 阿公阿嬷们挺开心的来跳舞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独居以及弱势长者们是疫情下脆弱 最需要帮助和关怀的族群 预理就国团志工团队 用快散活动替代关怀方式 带动洗手舞出现在观音部落 阿公阿嬷也挺开心的跳舞 因为配合这个疫情期间 那我想疫情期间 阿公阿嬷出门的时间也比较 次数也比较少 对我们今天的关火活动是不一样的 平常可能就是提醒大家都戴口罩 可是今天跟阿公阿嬷提醒的是 除了戴口罩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洗手 而如何真正的洗手把手洗干净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怀活动是快散活动 这是我们的快散活动 我们用表演洗手歌 洗手舞的部分来关怀我们的阿公阿嬷 我们由志工伙伴来带动内外夹工大力晚的一个洗手的步骤 然后我们希望阿公阿嬷跟我们一起很快的来洗手 会长说洗手防疫是全民运动了 用快散表演最夯的洗手舞 让长者们也快乐学习不一样的 内外夹工大力晚洗手吧 会长郭素兰说除了快散洗手舞也带来很多单位的关怀物资 让长辈体会社区的温馨以及人情味 建构预防以及延缓失能的友善社区 也让长者可以安然度过这次疫情 免于疾病获得更健康 记者高雄雄预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